去年以来,菲律宾方面背信弃疑,不再通报对其在仁爱礁非法坐摊船只的运捕行动,并通过各种方式秘密向非法坐摊船只运捕建筑材料。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从中国海警获得的一组影像显示,非非法坐摊船只舰体以及舱内设施侵蚀腐蚀极为严重。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从中国海警有关部门获得的一组独家影像显示, 非非法坐摊船只舰体底部出现破损漏洞,舰体涂漆大量脱落,许多腐蚀的袖水直接流入海中,整艘舰船已经成为一堆袖姬斑斑的废体。 各种生活物品和垃圾随意摆放在毫无遮挡的甲板上,非军方人员在仁爱礁的浅滩上捕鱼。 该非法坐摊船只实际上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和生活,其中一幅图片甚至显示一名非法坐摊军舰上的非军方人员, 疑似宫人朝仁爱礁泄湖内排泄。 而另几段与今年年初撞拍的视频则显示,非方非法坐摊军舰上的军人不仅朝泄湖内倾倒废尸, 还聚集在前甲板上焚烧垃圾。 非坐摊军舰上的军人破坏海洋环境的举动与中国仁爱礁的碧海蓝天形成强烈对比, 面对如此破败不堪的非法坐摊船只。 但是,菲律宾有关方面却一而在,载而三地违背承诺,不但不拖走该军舰, 还企图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加固,特别是去年以来多次无视中方的善意和诚意。 向非法坐摊船只偷偷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的介入材料。 一位匿名专专业人士日前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称, 去年以来,菲律宾方面多次擅闯我国仁爱礁,对非法坐摊船只开展非法运捕活动。 这当中除了有恶意挑衅的意图之外,还在于非方非法坐摊船只破损严重。 非方需要通过运捕建材,对非法坐摊船只进行维修和加固, 以为知其在我国仁爱礁的非法存在,但每次偷偷运捕建材的意图都被中国海警试破,并坚决予以阻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杨潇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称, 由于仁爱礁船只坐摊届25年之久,包括船身突漆的散播,船体金属锈时的溶解, 船上化石燃料燃烧排污和生活垃圾等集中的排放在了以仁爱礁坐摊船只为中心的礁石上 和海域中,这些毒素在坐摊点为周围持续蔓延,对周围的海洋生物造成不可逆的持续性伤害, 不仅造成鱼虾等海洋动物的死亡,而且对海洋水生植物造成可累积的损害, 进而通过食物链的负极作用,对南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来致人类社会造成非常恶劣的伤害。